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罪探艺术》 今天我们来娱乐一下 这一期是来盘点一下我认为的最恶心的十大艺术作品 在我自己知识范围内的盘点 其实我做这一期还真的是非常的煎熬 下面要说前几个作品我觉得都还好 最后两个我真的是想了好久要不要说这两个作品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挑战 最后两个作品甚至让我自己在查资料的时候 都产生了巨大的不适 非常的不适 我们还是先从不那么恶心的开始说 我们从不那么恶心开始说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 第一个就是其实很经典的 大家看这张图大家一看都可能都知道 就是这个曼佐尼的这个艺术家的史这个作品 他是1961年做的 他就是他把自己的史包装到罐头里面 然后还给卖出去了 卖的非常高的价格 其实但是当时也有人说 他其实里面放的根本不是他的史 只是放了石膏 其实这个人对他这个艺术家史这个作品 和他之后的很多一系列的作品 其实他都是处于一种非常讽刺的状态 就是说艺术家的史也可以作为作品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讽刺状态 但是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把它认为 这样也是可以艺术的 原来是这样 但其实他本人就说 这算什么狗屁 这也能算艺术吗 就是他其实是这个态度 他做这个作品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不是艺术 但是他做这个作品的讽刺 恰恰又把它这个东西变成了艺术 其实是这么一个关系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这个 温德洛瓦的《消化道》这个作品 他是07年做的 是一个比利时艺术家 他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做了一个整一套的消化机器 这个消化机器它是把食物放进去 然后经过一系列它这个处理 然后最后就铲出来石 就从另一端铲出来石 然后他把这个石甚至还包装起来 消毒真空包装以后还进行售卖 但其实它这个机器 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工位 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人工位 其实在2014年才真的被造出来 它这个其实只是一个 喊生一个史的一个机器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消化的机器 这个作品呢 其实也是受到了饱受真意 当时就有很多人 包括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多人 他说它这个是浪费粮食 浪费粮食 跟我们现在提倡的这个不太符合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马修巴尼的这个重生之河 这个马修巴尼重生之河 我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讲过 大家有兴趣呢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我之前那个讲马修巴尼的那个节目 也是我觉得也是这个作品 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 当时是2015年吧 好像是2015年还是2016年 来中央美术学院放过去看了 它这个重生之河呢 其实就是这个史河 下水道 这个从这个史河里面重生 这个作品其实不只是在这个 它是一个影像 这是一个电影 但这个不只是这个影像本身 它同时它这个影像是 有非常非常长的时长 然后非常冗长的剧情 和非常迷幻的表演 包括它的配乐 也是产生非常强的不适感 非常非常的不适 还有里面有一些镜头 就比如说它用这个金箔 把这个史包起来的镜头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其实很多 我感觉这个作品呢 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 非常令人恶心的一个作品 然后下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美国艺术家 也是美国艺术家 安德里斯·塞拉诺的作品 就是它这个尿尽基督 就是这个恶心程度 真是一个看比一个 比一个比一个更恶心 尿尽基督它是什么 它是1987年的一个作品 它就是把自己的尿啊 就撒到 把这个基督的这个雕像啊 就放到这个尿里面去了 放到它自己撒的尿里面 其实它不只创作这个尿质型基督 还还往这个 它的尿里面放了很多东西啊 各种东西各样的东西 都做了一遍 什么圣母啊 圣母这个母子 然后各种制铁柄人啊 各种古代雕像 它都放了一遍 其实呢怎么说呢 很多人都对它这个作品 非常有意见 非常非常有意见 都是它是亵渎基督啊 亵渎神啊 对宗教不尊重啊之类的 但其实它本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 这个天主教徒 它对它的这个宗教 应该是来怎么说呢 应该说还是有非常 非常自己非常独特的理解的啊 它认为 就是说如果是你是真的是相信的话 你这个东西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亵渎 而是一个神圣的展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拍的尿进基督的这个照片 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基督在这个尿里面 你要不知道这是尿的话 其实这个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啊 这是非常神圣的感觉 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感觉 它如果是真的要去亵渎基督的话 其实它不会拍这样 这么漂亮的照片的 然后这是第四个啊 然后下一个就会更加恶心一点了 下面更加恶心一点 大家都慢慢的要做好准备 越到后面越恶心 下一个就是这个中国艺术家 这个张环的作品 他张环他是在之前在东村 就是北京非常著名 当时这个行为艺术家 很多的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作品叫12平方米 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自己身上涂上的蜂蜜 还有这个鱼心 有鱼心味那个鱼心叶 大家涂到身上以后 他进了一个公厕 这个公厕是非常的臭啊 非常的非常的脏乱差的一个公厕 极端脏乱差的公厕 他今天那个公厕里面待了一个小时 在这个公厕里待了一个小时 然后身上又爬满了苍蝇 接着呢他从公厕出来 又跳到一个臭水坑里面 然后把整个身子都 就整个身子都填 潜到水坑里面 这样的一个作品 非常的 非常猛啊 非常的佩服 其实他这个作品 其实还是有非常现实的来源 就是他所居住的这个东村 其实就是当时非常的脏乱差 他有一些去上厕所 他就不得不要面对这个非常可怕的厕所 他找了好几个厕所 基本都非常差 包括当时他作为一个北漂 来到北京非常的无助 非常的艰苦 其实这个作品 其实也是他 对他当时生活现实的一个反抗 也是他想要去发出一个声音 他要去 去让大家都知道 要做这么一个 有点破天荒的这么一个行为艺术 他做这个作品 也是非常的需要很多的这个毅力 包括他之后的很多作品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艺术家 张环 这个也是非常需要毅力的一些行为作品 非常的自虐 前面这些呢 基本都还是这个 以排泄物为主 不管你身份多高贵 你多了不起 你说你不上厕所吗 这时候太有钱了 又有钱又有身份 但连厕所都不上 这是个皮球 这个噁心的这个主导因素呢 是这个排泄物下面的这个作品 下面的这两个艺术家作品 就感觉 也就是我这个节目最后要说两个 真的就不是排泄物 让你噁心那么简单了 真的 哎 要不要说啊 反正我 我说这个 我说这两个的话 我就不配很多图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让我网上去找一找 我觉得我要配的图 这个审查也肯定通不过 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下面就是第六个 就是这个 赫尔曼尼特希的 他是奥地利的艺术家 他做的一系列作品 他一系列作品 其实他是模拟一个 一种宗教仪式 用原始的异教图仪式 进行献祭 里面有很多这个 基督受难的这种模仿 然后有人装作死人 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下面涂满鲜血 然后那个牛抛开 然后这里面这个肠子 打开一堆人拿手去搅 搅那个牛肠子 然后就血淋淋一片 整个他这个宗教场地 就是鲜血洒满的宗教场地 非常的 当时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他也做过解释 他里面所使用的动物 这些尸体都是被人道的宰杀 同时他这个尸体 最后也会被用于食用 这个 要我是不愿意吃这些东西的 这个 但是面对这个非常多的质疑吧 其实他这个艺术家 其实是在1938年出生 他整个童年都是这个 在二战的硝烟中度过 这个二战的这个背景 也给他受到很大的影响 和他之后的做的作品 都有他这个童年的这个影响 回忆的这个影响 他非常多的借用了基督教的这个 牺牲的这个象征的这些仪式 做他的作品 但他后来呢 也做了 也开始做一些 更加这种 循规蹈矩的一些 行动绘画 就是一些 更多使用红颜料啊 这些东西 做一些东西 就是他老了以后 没有那么大张力 当时这个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挺可以的 就是调动很多人来做这种 非常疯狂的这种 整个的这样一个 像一个这个 魔证的一样的这样的仪式 非常的可怕 我个人来讲 我还是很喜欢他的作品的 这个 虽然说可能会对一些人造成不适 但是对我来讲 还OK 我觉得不错 我也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也并不是一个 反对对动物的这个杀 就是这个屠宰的这样一个人 我并不反对啊 完全完全赞同 非常的赞同屠杀的屠杀动物啊 我自己也杀过啊 下面这个我觉得就 下面这个我真的要不要说 要不要说 说不说 说吧 最后一个就是朱玉的作品 朱玉的 他做了有三个 这三个作品都是非常得心的 他其实是970年深圳 他是中文美术学院附中的 他没有继续上美院 只上了附中 他做了这个东西都和这个尸体啊 这些东西啊 吃人啊有关 第一个第998年 他去这个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的这个解剖室里面 就是讨判出来一个 一个几个这个大脑人脑标本 然后他就在这个解剖室里面 对接人脑进行了这个切割和搅拌 这个就是搅拌人脑 搅拌人脑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当时呢 他还有很多的朋友 都在旁边给他拍照 当时这个朋友也非常有意思啊 跟他念一下 但肯定有一些大家要认识的人啊 就是有乌尔善 有邱志杰 李月 肖玉 还有展望 好几个是 是雅美的老师 当时是在给他 当场是在给他拍照 这个搅拌人脑这个作品 这是第一个 然后他到后面就越来越过分了 就是2000年的时候 他搞了一个就是用各种方法欺骗 又是忽悠 就是那种 弄啊各种手段吧 然后他搞到一个六个月大的一个死鹰 搞到这个六个月大的死鹰呢 他就拿到家里面 对他进行了烹饪 烹饪以后他就要 他就去吃这个死鹰 这个烹饪过的这个死鹰 然后据他说呢 他当时可能最多吃的只有一克左右 因为他自己也感到果心至极 吃到一点 他就一直想吐 一直忍着呕吐的感觉 他也是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东西 就是这么一件事儿 然后他在 并没有收手 这个人并没有收手 2002年的时候 他在这个搞了一个什么呢 他这个作品就更加的过分 叫做献祭 他和一个女性发生这个关系 但是也是这个 跟这个女的商量 就是商量出来了 就是发生关系 然后这个女性呢就怀孕了 就怀了她的孩子 怀了她的孩子以后 她就把她这个孩子呢 就拿出来就喂了狗 就是这个 她其实怀这个孩子 其实就跟这个女性说明白 我就是要怀这个孩子 我就是要跟你怀一个孩子 我跟你怀这个孩子呢 我就是要把她献的一个 把她献的一个艺术 然后她专门把那个狗饿了一天 然后把那个女性给这个狗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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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终于说完了 终于说完了 这个真的是 不行不行 说完了 他这个就说完了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恶心的艺术作品 还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如果大家有别的想法 就是可以去给 还可以提出来 有些别的 一些知道一些更恶心的一些 艺术家的作品 我觉得再恶心 你也恶心不够注意的这个了 我觉得不可能又比注意这些东西还恶心的吧 有吗 没有吧 其实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说 恶心不恶心其实并不是艺术的标准 并不是说好像这些非常恶心的东西可以称之为艺术 艺术也恶心也可以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虽然说艺术的中的道德和社会中的道德 其实并不是一个 并不能用同样的道德 用社会上的这个普遍道德 来要求约束艺术的道德 但是我们也并不能说 艺术呢就是 你可以无限的去 无限去夸大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很难去讨论 很多人其实 包括我也并没有真正的想明白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说这并不是艺术的标准 或者标准之一都算不上 但是这个恶心不恶心 其实真的 真的不重要 这个作品是否恶心它不重要 它作为艺术是否好它才重要 并不是说恶心或者不恶心重要 可能恶心的艺术更能博人眼球 OK 今天我们对于恶心艺术的盘点就到这里 也是非常的愉快和非常恶心的度过了这一期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 我对德国女艺术家HITO看的下一期的介绍 将会在下一期发出来 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 然后也欢迎大家转发点赞这个视频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我也不看 爱你 我们就下期订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是 我和你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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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走